这句话味道得很经典 怎么说呢 这种民营企业家现在普遍的心态是 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 消灭我们 是崇高的理想 我在这里非常坦率地跟各位讲 我身表担忧 为什么要身表担忧呢 我们在这里应该仔细地回顾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 我们做了什么 邓小平发动开启通过的改革开放 我想在政治上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恢复领导干部终身制 实现认期制 确保正确的顺利消息 在经济上他做的两项最重要的工作是 两个分开 党政分开 政企分开 那么今天还提着两个分开吗 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 国有企业不可能搞好 国有企业要能够搞好 我们还需要改革吗 Colleen 记得